中国近期发布的汽车贷款新规 有望提振2024年的汽车销量 特别是低价位新能源车型 与此同时 这些新规也可能推高部分行业的信用风险 例如车贷ABS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4月初联合印发通知 取消车贷最低首付比例 此前文件规定 消费者购买自用传统动力汽车 和自用新能源汽车的最低首付比例 分别为20%和15% 尽管此举将推动中国 与其他大部分发达汽车金融市场接轨 但同时也很可能促使一些信用水平较低的借款人 向汽车金融公司或银行申请车贷 若贷款价值比更高 期限更长的贷款入池 将最终抬升车贷ABS的底层资产违约率 ABS或需对交易结构做出调整 以体现增量风险 惠玉对中国车贷ABS 入池基础资产的分析表明 贷款价值比是预测 汽车贷款违约的关键因素 较高的贷款价值比通常反映违约风险上升 新规还放宽消费者购车贷款发放比例 在放贷标准方面 给予贷款机构更大的自由财量权 以进一步拓宽他们的货客覆盖 为应对日益白热化的竞争 汽车金融公司已开始试水风险程度较高的细分市场 为消费者提供更高的按揭陈述 和更长的贷款期限 部分车企旗下的金融机构也扩大了业务范围 拓展至首付要求更低的租赁产品 和非自主品牌产品 车贷新政可能会考验汽车金融公司管理风险的能力 因为他们需要针对新规下新增贷款可能带来的附加风险 调整信贷模型 汇域估计中国约有半数汽车贷款由银行发放 在其他消费贷款如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需求依然不振的情况下 新规或被刺激银行扩大汽车贷款的发放规模 这可能会适度促进银行的零售贷款增长率 但同时也会提高资产质量风险 尽管如此 由于银行对汽车贷款的平均风险场口占比可能维持在低个位数 汇域预计政策变更对资产质量的影响不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